摩尔定律已经逼近极限 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正在丧失 为了延续芯片的性能 华为、英特尔、台积电都推出了芯片EGO技术 这项技术被中国工程院院士 视为后摩尔时代的颠覆性技术 最关键的是 在这项技术上 中美都处于同一起保险 中国能否借此追赶 甚至赶超美国 未来的布局十分重要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 6月9日世界半导体大会在南京举办 会帅罕见地提出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 芯片已经进入后摩尔时代 难度和成本不断增加 芯片性能逼近了极限 另外一个概念是 后摩尔时代 芯片EGO将是延续摩尔定律的颠覆性技术 为了证明芯片EGO的重要性 专家举了一个案例 中国国内有一家新兴公司 他们通过芯片EGO技术 将40纳米的芯片性能 提升到与14纳米芯片的同等级别 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觉得 这是某个公司在做宣传吧 其实并不是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民 而且会上有很多人都探讨了这项技术 明确了这项技术是颠覆性的技术 华为也同样在布局类似的技术 甚至还因此上了热搜 华为正在攻克一种叫做 双芯叠加的技术 将两个14纳米芯片叠加 可以将芯片的性能提高到7纳米左右 双芯叠加技术 其实就是EGO中的一种 即3D封装技术 也叫立体封装技术 这项封装技术 确实是提高芯片性能的方法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 芯片EGO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它能让芯片性能得到提升 中国院士和华为 为何都将希望压住在它的身上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讲解清楚 对了视频制作不易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长按点赞6秒 就可以推荐给更多的人看 芯片EGO其实就是为了 突破摩尔定律诞生的 为了方便后面理解 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芯片的制作过程 芯片的制作过程很简单 就几步 第一步 晶圆制造 就是将当金龟切成薄薄的单晶片 也就是晶圆 第二步 光刻 将晶圆放在光刻机上 进行光照等步骤后 晶圆上就被刻上了微电路 这时的晶圆就已经印上了 无数的晶体管 第三步 封装 将圆形的晶圆 切割成很多小块的晶圆 这些小块就是芯片的内核 内核拿去封装 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一个芯片 这个过程并不难 难的是在于我们植入晶体管的数量 以及成本 比如10纳米芯片 可能就是几十亿颗晶体管 但是到了5纳米芯片 就是100多亿颗晶体管了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符合一种叫做摩尔定律的 也就是芯片每两年性能增加一倍 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 也会增加一倍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呈线性增长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 想要芯片性能提升 需要植入的晶体管数量就越多 但是芯片的面积是固定的 植入更多的晶体管 就意味着难度也随着线性提升 难度增加又会令研发费用增加 根据EO智库整理 研发7纳米芯片的费用是2.9亿美元 但是研发5纳米芯片的费用 已经达到了5.4亿美元 增加了接近一倍 而现在的半导体制程 已经进入到3纳米和2纳米的研发阶段 未来还可能进入到1纳米 需要植入的晶体管数量越来越多 费用也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 总有一天是要到达极限的 这就是专家说的 半导体进行了技术革新的时代 后摩尔时代 此时为了暂缓摩尔定律 专家们就想出了解决方法 一种是寻找完全新型的技术 比如碳机芯片 光芯片 用来替代现有的轨机芯片 但是新技术哪有这么简单 不仅技术要得到验证 还有重新布局产业链 过程麻烦且时间又很久 还有一个方法是 继续在原来的方向上进行突破 也就是在晶圆上植入更多的晶体管 这种方法很简单 难度虽然很大 但是方向明确 缺点是需要更多的资金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是既能少花钱 还能提高芯片性能的 其实还真有 它就是立体封装技术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打个比方 芯片上的晶体管 是植入在一个固定面积的晶圆上 对吧 其实这个就像是在一块地皮上盖房子 人越多 我们需要的地皮就越大 地皮不够用了 我们就开始往高处盖 一层不够就盖两层 两层不够就盖三层 这样就解决了面积不够的问题 在芯片上的道理也是如此 横平面不够用 就往高处发展 我们上面科普了 封装是将一小块芯片内核包起来 类似在平面上盖高楼 现在能不能像盖二楼三楼那样 往高处堆叠 多包几块芯片呢 答案是可以的 这种往高处封装的技术 就叫立体封装 看到这边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很简单 不就是芯片堆叠在一起吗 这谁不会啊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它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在一款电子产品中 不仅仅有芯片 还有其他的电子元件 比如层储器 光子 电子等等 而且芯片也是很多种的 比如CPU GPU等等 即便都是CPU 不同的用途 它的制程也可能不一样 这些不同元件的组合 发挥出的性能也不一样 我们举个例子 华为麒麟9000芯片 虽然外表看着是一个芯片 但是它的内部 其实封装了8个CPU内核 26个GPU内核 以及5G基带的元件 只不过麒麟9000 还是在一个平面内集成 属于2D封装技术 单单2D封装技术 其实就已经很难了 比如苹果和高通 最开始的5G芯片 就无法将基带寄生在一起 而立体封装 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技术 难度更高 不仅在平面上需要处理 在立体的结构上 也要将各种不同的单元 整合在一起 如何整合才能发挥出 更好的技能 需要设计者去研发 这个设计的技术 就是异构整合 也就是开头 武汉民院士说的异构技术 立体封装和异构技术 不同之处在于 一个是侧重于制造方面 另一个则更侧重于设计方面 但是他们所讲的 差不多是同种意思 华为被爆出来的 双芯叠加技术 就属于偏向设计层面 应该是属于异构整合技术 但是这种芯片 要是生产出来 就需要采用 厂家的3D封装技术 芯片的异构整合技术 除了能延续摩尔定律 提高芯片的性能外 还有几大特点 第一 灵活性强 我们上面说了 芯片异构是将 不同的小芯片 整合进一个大芯片 这些小芯片 是可以进行多样组合 灵活搭配使用的 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以及提高性能的程度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电视机的品质好坏 是由画质和声音 共同决定的 但是音响的品质 只需要提升声音效果 不用去管画质 就能显现出来的 对吧 他们对于芯片的需求 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那么芯片异构 就可以调整芯片的组合 来满足电视和音响 不同的需求 在手机上也是如此 有人用来玩游戏 有人喜欢拍照 如果用传统芯片 可能就会造成浪费 用异构就可以自由搭配 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这种搭配方式 是不是比原来的更加灵活 有三大好处 一个是往性能上拼命堆叠 就可以提高性能 我们举个 已经实际生产出来的例子吧 为了避免大家 以为是在打广告 我们把品牌和型号隐藏起来 以芯片巨头某地为例 2020年11月发布的 5000系列的芯片 它采用的就是 台积电的立体封装技术 这种立体的堆叠技术 在互联密度上 是2D的200倍 而互联密度越好 往往代表运输效率越高 性能越好 至于最终能整体提高多少 还是要看芯片的设计 以及能否解决发热的一些问题 小芯片灵活搭配 带来的第二个好处是 可以搭配出不同价格的芯片 来降低成本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比如电视需要同时 满足画质和音质 那么就需要两个芯片 来同时处理画面和音频 假设用的都是10纳米芯片 那么其他单元件 可以比10纳米次一点 而音响就只需要 满足音质的需求 我们只需搭配一个 10纳米芯片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可以用次一点 这就省去了一个10纳米芯片 成本就降低了 除此之外 还有第三个好处 可靠 通常芯片制程越高 工艺越复杂 制造芯片的良品率就越低 这个也很好理解 我们看看现在的5纳米芯片就知道了 有哪个是不翻车的吗 基本上高通 苹果 三星的5纳米芯片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高通骁龙888 更是被网友亲切地比喻为火龙 总之 它的问题确实很多 而EGO则没有这种顾虑 采用的都是成熟的芯片 只是需要整合出不同的芯片组合而已 现在大家知道芯片EGO技术的好处了吧 那么问题也来了 EGO技术可以帮助中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吗 我们说过 EGO属于偏向设计技术的层面 它在制造环节对应的是封装企业 所以我们看一下封装技术 中国设计以及封装企业的实力就知道了 立体封装技术目前比较主流的有两种 一种是2.5D立体封装技术 还有种是3D立体封装技术 2.5D立体封装技术 其实就是将芯片的不同的单元放在中介板的平面上 来减少芯片的面积 有点取巧的味道 难度稍微低一点 3D立体封装则不需要中介层 就是将芯片的各种元件对叠在一起 两者都可以提高芯片的性能 目前市面上比较成熟的2.5D封装技术 是台积电的COVOS 英特尔的EMAP技术 以及三星的IQB技术 其中台积电处于领先状态 3D封装技术由台积电的3DFabrik 英特尔的Fovirus等等 其中英特尔的Fovirus 属于比较早期研究3D封装技术的 看到这边 很多小伴可能反应过来了 咋没有大陆的呢 连个比较主流的立体封装技术都没有 就敢说异构技术是中国芯片追赶的机会 事实的确如此 中国在先进的封装领域 还处于整体落后的状态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就输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风测产业的现状就知道了 以往中国芯片为何落后西方国家 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 或者目光短浅吗 其实并不是 而是我们基础和起跑都比别人晚 导致我们一步落后 步步落后 我们上面说过在西面产业这个赛道上 主要竞争的 其实就是在晶圆制造 光刻以及封装三个方面 当然还要加上前期的设计 总共四个赛道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光刻赛道上优势明显 由于光刻环节涉及到光源 原材料 光刻机设备等领域 技术门槛比较高 所以美国起步早 跑得就比较快 而且他们设置了专利技术等壁垒 导致我们追赶的难度非常大 但是由于摩尔定利的存在 西方在这个赛道上已经快走到头了 现在赛道换成了其他地方 比如设计和封装领域重新开始 但是在设计和封装环节中 中美的境遇却完全不同 我们先说封装吧 国外的封装发展虽然早于中国十年左右 但是封装领域技术门槛相对较低 所以中国以非常快的速度追了上来 以中国芯片封测巨头 长电科技为例 在2010年刚进入时 长电就进入全球封测代工厂前十名 到了2016年已经极深全球前三 现在依旧排名第三 未来还有望再进一步 除了长电科技 中国大陆同期发展起来的还有通富微电 华天科技在2020年 全球封测前十名里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几乎霸榜了前十名 而且以上三家全部都挤进前六 也就是说 中国封测环节并没有光刻环节落后多 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优势 加上3D封装技术还是起步阶段 属于全新赛道 没有过多的专利壁垒限制 中国赶超的机会非常大 比如长电科技 它在7月6日就正式推出了 XDFOI全系列极高密度扇形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2.5D封装技术手段之一 除此之外 长电科技也在3D封装领域布局 除了封装领域外 中国其实还在一个地方拥有优势 那就是芯片制造的前期 设计 华为就是典型代表 2020年11月 华为官方社区发表了 任正非与C9高校的一个座谈会 明确提到 中国芯片设计世界领先 华为在芯片设计方面 积累了很多人才 芯片设计领域领先 且人才多 有什么好处呢 答案就是可以推动异构技术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 宋继强对异构集成的设计领域定义为 即器件、设计、软件算法的 多技术综合 尤其是设计 Ego难度从2010年到2020年提高了100倍 更高的难度就是对设计人才要求更高 而中国恰好在设计人才上处于领先地位 除了设计 中国以华为阿里为主的算法公司 更是排名世界前列 也就是说 Ego集成所涉及到的封装、设计、算法等领域 中国都具备了不弱于他人的基础 比如前段时间 华为就被爆出了正在研发双芯叠加技术 可以将两个14纳米的芯片通过叠加 达到与7纳米芯片相似的性能 所以很多人都将Ego视为 中国追赶芯片水平的一种机会 以及颠覆性技术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芯片技术的争夺 就像是一场越野场跑 芯片制造的四个环节 就像是四个赛道 前半程是以晶圆光刻为主的障碍物 后半段是以平地为主 西方国家擅长制造障碍物 不仅先出发一步 还喜欢搞小动作 中国追得辛苦一点 而现在换到了不同赛道上 那么更加擅长平地跑的中国 只要再努力一下 能联络后的地段一起追上 所以我开头就说了 我们在乎的不应该是 争论Ego能不能让14纳米 优化成7纳米 因为这个争论不论输赢 其实格局都太小了 我们应该通过这件事 重视这项技术带来的颠覆性革命 这才是中国应该关注的点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